女孩为了能加入豪门 想穿上三寸水晶鞋变美 可她的脚太大 于是 安娜原本是个普通职员 却十分爱慕虚荣 别人送她东西彤彤收下 还骂他们是群舔狗 女人为了讨好老板 竟然不择手段 可老板根本不吃那套 直接让她滚蛋 女孩气坏了 看见同事在网上买打折商品 就在回家的路上 一位老人出现在她面前 看起来十分神秘 她问女人想不想变得迷人 安娜有些行动 最后老人拿出一双水晶鞋 女人高兴地露出西班牙 老人却露出诡异的微笑 回到家她又发现水晶鞋太小 根本穿不上 于是一狠心 第二天她一圈一拐地去上班 不顾同事们的议论 直接来到老板办公室 老板瞬间被女人征服 什么名贵的表 现亮了名牌宝宝 女人如愿加入豪门 拥有花不完的财富 可是很快意外发生 这天老板拿着水晶鞋 表情变得十分诡异 女人见状赶紧抢回水晶鞋 老板瞬间火猫散脏 对安娜疯狂地慢慢 她觉得水晶鞋有问题 可又不想失去奢华的生活 于是便把水晶鞋丢掉 然而诡异的是 那你们觉得女人最后去哪了呢 女孩有个假人爸爸 这也太奇怪了 这天女孩发烧五十度 爸爸却让妈妈自己带孩子去医院 女孩过生日想让爸爸陪 爸爸却让他找妈妈 说自己正在忙工作 女孩可怜兮兮地跟爸爸撒娇 懂不懂事啊 爸爸要努力赚钱 发现爸爸竟然在玩游戏 妈妈抱怨爸爸不管孩子 可爸爸反驳说 男主外女主内 带孩子是你们女人该干的 妈妈被气哭了 后悔当初跟她结婚 女孩问爸爸一天赚多少钱 想要所有零花钱 换爸爸陪她一小时 可爸爸却反问她的钱哪来的 女孩非常委屈 都说父爱如山 我爸永远不如山 专业女孩长大成女孩 想去外地上大学 可爸爸却极力反对 看你打扮得跟个小胎妹似的 女孩瞎闯什么 孩子说妈妈都同意了 气得他转身离开 很快女孩结婚了 可新郎却是个大爷 爸爸见状立马火冒三丈 说老头都能当他爹了 是不是想故意气死他 女孩实在憋不住了 爸爸回想起孩子每次需要踏实 自己总是无情地拒绝 忽略了孩子的感受 此时爸爸醒悟过来 赶紧来到女孩面前想要道歉 可是为时已晚 女孩只认识假人爸爸 却不认识真的爸爸 那你觉得女孩变成这样 究竟是谁的错呢 男孩眼睛发出红光 鼻鼻哗哗的年轻大爷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不停地往后退 接着所有孩子使用意念 让大爷不受控制地走上电梯 之后把扫把顶在胸口 随着眼球颜色的变换 大爷夸得从龙顶跳下 把自己穿成的肉串 他们之所以这么厉害 是每次看视频都点赞关注 更厉害的是 还不到两个月大 就能摆出自己的中文名字 另一边女孩眼睛冒出蓝光 女人只是多看了一眼 便不由自主地把手 伸进105度的热水里 我的妈呀 动得她嗷嗷指教 一年后朋友闻声赶来 这才把她救了下来 很快女人被送进了医院 当丈夫问她是怎么回事 她刚想说出实情 可看到女儿的眼神 吓得她说也不会话了 出演后她独自来到悬崖边 开箱脚下的万丈深渊 孩子使个眼色 她竟直接跳下去 另一边医生用错了药水 所有小孩全都看向她 女人害怕坏了 不停地跟小孩道歉 这是一个孩子冲进来 眼睛叉地放住红光 用意念控制女人 拿起不是眼药水的眼药水 跌进眼睛里 让她瞬间失明 更可怕的是老司机开车时 一个孩子突然窜了出来 男人猛踩刹车 幸好在最后一秒停了下来 司机赶紧下车 对女孩不停地道歉 到一根寒毛后 男人转身想走 就又被控制了起来 男人瞬间眼神带滞 她发动汽车后 一脚油门踩进油箱里 汽车冲过防护栏 光当窗下油罐 领了一千度的盒饭 很好知道是这些孩子搞的鬼 他们兵飞人类 于是拿出猎枪 偷偷瞄准了一个 可就在要抠动班机时 突然觉得后背发凉 她赶紧转过头 几个小孩正死死地盯着她 还没等她逃跑 他们眼神夸地放出红光 男人瞬间被控制 把冰冷的枪口堆准了自己 接着眼睛轻轻用力 男人非常开心 咔的扣动班机 小镇频发诡异事件 民众拿着火把想要讨回公道 孩子们突然出现 美女刚开口骂娘 下一秒就被控制 美女竟然将火把扔扔在地上 任由烈火把自己烤成了烤肉 这些孩子也太可怕了 很快引起警方的重视 开着警车迅速赶来 当一个波波勒想要开枪时 女孩却两眼发光 瞬间控制了局面 波波勒竟然用枪对准了同事 等后面的支援部队赶到 男人哐哐哐的一顿输出 干掉了所有波波勒 天上的小飞机 也只是被他看一眼 直接掉在地上 摔成渣渣灰 所有人全都去了天堂 路过的男人看到这一幕 他把皮箱放进炸弹里 随后拎着炸弹 找到可怕的魔童 可由于太紧张被看出了异常 女孩想看到他的想法 却只看到了防火墙 几人见状全都凑了过来 在他们的强攻下 防火墙终于出现漏洞 可当看到里面的东西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最后所有怪物都扎成了爆米花 感谢关注淡淡 下期更精彩 男人身后猫出一只可怕怪物 抓了一个攻击 可真好假装没看见 竟然直接穿过怪物身体 怪物件找错了人 便继续寻找其他目标 在餐厅里窜来窜去 据说只要这种怪物出现 就会有人死亡 而其他人根本看不见 只有有阴阳眼的陈好例外 但他也只能假装看不见 不然就会嗝屁 之前陈好的闺蜜 被怪物发现能看见他 于是怪物钻进司机身体里 跨得撞碎路边的闺蜜 这也太可怕了 然而怪物也有原则 只要看视频点了赞和关注 得到狗头的庇护 就会让他们好运连连 然而可怕的是 怪物竟然舔食女友的脸蛋 这谁能受得了 眼看怪物跟着安娜 要对他动手时 这是近来的男人 瞬间吸引怪物的注意 他紧紧的贴在小火身后 就像对亲儿子一样 全都围绕在他身边 因为怪物越多 代表着灾难越大 只好觉得有大事发生 这时房门被打开 更多的怪物夸夸的飞烟走壁 快速趴在男人身上 只好从没见过这么多怪物 更可怕的是 不管男人走到哪里 怪物都跟在身后 只好十分好奇 这些怪物搁哪来的呢 直到男人离开后 他骑着9块9的摩托 跟着来到脚外 趁他出门时 只好敲开门锁走进房间 竟发现一道诡异的门 唰的冲过来的寒气 把他热得直哆嗦 更诡异的是 冷气快速汇集 门把手瞬间冻成老冰棍 男人颤巍巍地烤紧 作死地打开房门 里面像是冰箱一样 猫头鹰都被冻成了冰雕 这时他发现 墙上出现一个黑洞 还冒着蓝色的绿光 男人竟把手放在里面 结果发生可怕的一幕 黑色藤蔓开始疯涨 吓得他拔住胳膊 正好撒腿就跑 然而黑洞快速收缩 眼看就要把他吞噬 好在最后一秒 男人终于跑了出来 他躲在门后 下一秒 数以万计的怪物 夸夸地窜了出来 他屏住呼吸不敢动弹 才没被怪物发现 等到怪物离开后 他来到另一个房间 这里十分诡异 墙上挂满了死者的照片 当翻开日历时 发现少了15号那一夜 而明天就是15号 难道有中大灾难发生 当他打开冰箱门 却出现惊人的一幕 竟然是食肢断治 没有看到其他线索 他逛站门刚想离开 结果男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看到青筋爆起 显得十分诡异 一拳向陈豪回去 却没打着 接着又是两个暴徒拳 结果啥也没碰到 难道西装男已经死了 夏妙男人变得凶狠 控制房间里的家电 夸夸地向陈豪发起攻击 看到煤气泄露 正好一跃而起 从窗户里跳了出来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地狱之门被打开 上一个怪物快速爬了出来 可怕的怪物穿梭在人群中 他们却毫无察觉 更可怕的是 一大波怪物夸地窜了出来 以每秒300码的时速 快速占领整个商场 而这真惊的一幕 只有陈豪一人能看见 这时劫匪持枪扫射 人们吓得四处逃窜 可商场的大门已被锁伤 只好逆流穿过人群 看到正在射击的劫匪 而他的女友就在店里 只好彻底怒了 一枪击中劫匪 可就在这时 像怪物一样的怪物 竟然把他团团围住 试图阻止陈豪继续前行 劫匪趁机就要射击 谁知男人冲破包围 咔嚓击毙了坏人 这时女友缓缓站起 还好并没有受伤 当他以为安全时 突然一只怪物窜了出来 接着便消失不见 他知道事情并没有结束 于是跟着幽灵指引 来到地下车库 打开后里面都是炸弹 并且只剩两分钟 这时坏人突然开枪 男人躲闪不及被打中一枪 还好没伤到要害 他强忍疼痛 开车冲了出去 没想到坏人抓住扶手 硬生生爬上来 下一秒 此时第一爆炸还有十秒 关键时刻 男人夸的跳下车 货车窗段路里边栅栏 夸叉掉进沟里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灾难终于结束 他也成为小珍的英雄 但他并不在乎这些 只想跟女友好好待在一起 然而该来的还是来了 女人身上一片血迹 其实那天女友已经死了 这些天陪伴他的 只是女友的亡魂 男主一直都知道 但真相让他无法接受 现在应该放手了 他满海眼泪 看着女友走向窗外 身体慢慢化成蝴蝶 蝴蝶很快就飞走了 但他对女友的爱 永远深深地埋在心里 女人摔到铁嘴上 眼开火车就要进家 可她却下了不能动弹 突然身上冒着火焰 地下伸出无数只鬼手 死死掐出她的脖子 拼命地往下拽 即使女人大声呼救 可结果还是被拉入地狱 害怕得赶紧点赞关注 就会得到狗头的迷糊 就在女人下班时 一直诡异地手帕 夸得重向女人 竟然向车后飞去 惊魂未定的女人 顺着手帕的飘逸路线 慢慢地往后看 一个年轻婆婆突然出现 安娜刚要逃跑 却被女人死死抓住头发 拽下她的耳环 夸得把她安在车座上 危急时刻女人摸到低速器 咔的就是一下子 竟然把她眼睛盯上了 老太太彻底怒了 固定住女人的脖子 女人拼机全力 刮车挡猛热门 拘速击上安全带 汽车犹如脱江的野马 下暗鸟 金牙被磕掉的老太 竟然直接不向女人 夸夸的使劲啃咬 幸好她没有牙 终于过了一年后 安娜一脚把她踹出车外 并快速关上车门 气得老太又长住假牙 本以为躲过一劫 可怕的是 老太居然举起十吨重的石头 咔嚓砸碎汽车玻璃后 轻轻没用力 就把女人拽了出来 更可怕的是揪下一粒扭扣 竟然发起诅咒 随后把扭坑还给她 老太太却消失不见了 很快怪事接链不断 一道黑影闪过 女人被神秘力量击中 跨得倒在地上 到了晚上 一只蚊子飞进她鼻子里 随后从另一侧爬出来 最后竟然钻进嘴巴里 下一秒 老太竟然出现在她床上 并张开薛粉大口要吃掉她 安娜拼命挣扎 老太却吐出11只高蛋白 突然女人作了起来 没想到这只是一个美梦 可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她发现蛋糕不对 仔细一看竟然有只眼睛 我都妈呀 她赶紧一叉子怼了上去 可她再看向蛋糕 却什么都没有 突然她开始剧烈咳嗽 那只苍蝇竟然从嘴里飞出来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家里人全都吐了 手帕竟然成精了 夸得扑在女人脸上 女人憋得马上就要窒息 在使出吃爷爷的力气后 终于把手就要拽下来扔在地上 可怕的是 手帕瞬间钻进她嘴里 马上就要进到胃里 还好女人及时抓住 双手拥尽全身力气 这才把这条诡异的手帕 从身体里拉了出来 就在手帕想逃跑时 安娜直接抓住她 又把她撕得稀巴烂 踩在脚下不断摩擦 更狠的是她的爱道姆地 开始挖老太太的坟 安娜扒开棺材板 就是这个老太太诅咒的她 她要把钮扣送回去 可诡异的是 即使老太太已经死了 也不愿意拿回送出去的东西 无奈之下 女人一瞧怼进老太嘴里 挨妈嘴疼 老太只能张开嘴巴 她必须郑重地还给老太 看着老太的尸体一动不动 安娜以为已经解除诅咒 可此时大雨疯狂涌入目的 泥土变得松软 即使她拼机全力 最终还是掉进泥潭里 突然老太尸体竟然浮起来 害怕得赶紧点赞棍住 就能得到狗头的庇护 可下一秒 这下吧BQ了 女人瞬间晕死过去 还好过了一个月 安娜又从水里猫了出来 这次计划彻底失败 她只能找到驱魔师 只见大师捏出鲤鱼咒语 恶魔直接上了她的身 就算要取走女人灵魂时 关键时刻安娜把她的手 放在山羊身上 助手健壮想砍掉羊脑袋 却没想到砍端了绳子 山羊裤子咬在她手上 接着恶魔附在男人身上 就在恶魔要带走安娜时 还好大师苏醒过来 把她干飞了出去 再一顿操作下 恶灵夸的从男人嘴里钻了出来 下一秒 被打入18层地狱 就当安娜以为危机解除 准备庆祝时 男友拿出一个信封 里面居然是那枚扭扣 我的天哪 这也太可怕了 女人彻底崩溃 不断的往后推 竟然脚下一滑 摔进站台 很快地下冒出烈火 伸出无数只手 接着火车压过她的身体 最终女人被带进地狱 而这一切的起因 既然是个长相哇塞的老太太 她来银行办理业务 可是已经预期两次了 安娜兴领导请示并没有同意 没想到老太突然下跪 不断亲吻她的裙子 安娜吓坏了 赶紧交了保安 没想到老太去发誓 一定要报复她 这虽然是一部恐怖片 但对人性充满了讽刺 安娜阳格执行了自己的工作 反而让老太太怀恨在心 你觉得老人的做法对吗 欢迎凭日去留言